记者钟鸿良台北报道,锦铃大同区市定古迹文盟楼的圣德福住商大楼都更暗,今天四度闯关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该案上次月底开会时,都省委员刘新荣批评圣德福建设对于文盟楼所预留的空间过于狭隘,把古迹周边开放空间现在变成一个后巷,而这次实施者圣德福建设将一处店铺退卓, 让文盟楼周边得以留设更多空间,将都省会委员认为对于古迹保留尊重,经过约一小时时间讨论修正后通过, 圣德福住商大楼位于大同区宁下路与鬼随街交借口,临近文盟楼,该建筑规划新建26层296户的住商混产大楼属于都市更新案, 圣德福建设今天表示将会减少一个店铺,预留6名以上的空间给文盟楼,增加通透性,针对龟随街策的街屋, 圣德福建设8月底规划时让民众可以上到街屋2楼,经体按时决定取消楼梯, 仅保留猫道工清洁跟维修使用,委员对于实施者将店铺空间让给古迹的做法都表示赞许, 连上次批评建商不尊重文盟楼的刘新荣都表示肯定, 他说委员不是在地主家上匕首画脚,地主可以不花一毛钱换到全新房子, 是因为得到北市给予的容积,因此相对而言,这要对基地周边的文化资产给予更多尊严。 但对于圣德福建设不开放街屋2楼部分,流行容积委员认为比较可惜, 觉得上次圣德福建设所提出的2楼利用较有空间感,也可以让居民上到街屋2楼。 最后经讨论后,决定保留街屋2楼功能, 圣德福建设也愿意在街屋7侧加上楼梯及无障碍电梯。 圣德福建设去年提案实缘规划将归随街宁下路两侧街屋拆除改为房骨利面, 但早都省会退回。 今年8月台北市文资省议委员会为赋予街屋文资身份, 仅要求保留归随街街屋利面保留深度由圣德福决定, 您下路街屋则可拆房骨充建。